台灣反而是這樣國內很亂 可是軍事好像很集中 我們從來沒有研發力道這麼強的時候 現在最新的 曾成行 雄山 雄身飛彈 都在亮場了 川耀哥 還不只是這個 今天美國宣布了一個新的軍購 而這軍購是100多億 3億多的新台那個美元 不是這個 彈簧刀 彈簧刀五人騎要來了 還有另外一個是攻擊坦克車的600型 這不是任務戰爭最愛的嗎 大量的軍售我們彈簧刀五人騎 今天上午宣布的 所以保衛我們自己的方法 其實台灣要努力 美國今天上午宣布彈簧刀 賣給我們了 所以這個叫做裂銷計劃 已經給我們了 所以你要上岸 或者是你在潛水艇 在台灣海峽那邊扶起頭來看一看 都可以有彈簧刀去打了 然後再過來還是要靠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過去的時候 整個熊山熊生飛彈 現在生產線在這幾個擴張對不對 然後現在6月17號 顧力求要去報告 海空戰力執行的實施計畫 到什麼地度 升級很多耶 陀江艦 熊山飛彈 天空山 陸射艦二型 艦翔無人機 萬艦彈 還有海巡 戰時加裝武器系統 海巡這個就叫平戰轉放 陀江艦 陀江艦平戰轉放 對 所以呢 裡面呢 有可能是火箭炮 是 有可能就是把熊二熊三 放到上面去 對 然後再過來熊三飛彈 真成 真成的話 就是說它可以變成巡翼飛彈 它是很誇張耶 1200公里耶 那它就變成巡翼飛彈了嘛 是 這巡翼飛彈 而且呢 它呢 以前曾經試過一次是轉了八次 對 那現在經過了十幾年之後 到時候會被貼海貼地 怎麼轉你都不知道了 然後再過來呢 萬艦 就是整個F-16 直接過去之後 直接你在平台那邊 我就可以直接炸你的萬艦彈 這是植母彈 植母彈 熊生 熊生其實就有那麼一點點 可以威懾你了 對 然後熊生計畫 它也是射程1000公里以上 對 你可以直接打過去 然後再過來 陀江艦 陀江艦其實現在叫海巡對不對 跟海巡一樣的 所以陀江上面會加的是什麼 我們的主動式向威雷達 所以是小小的 小型的 福爾摩莎神盾 是 所以整個都會整個做下來 所以其實我們都做好了準備 才在這麼多 但是準備這麼多呢 後面呢 美國還是很擔心 很擔心說你台灣守得住嗎 對 失去了台灣就失去了台積電 對 失去了台灣就失去了AI 這是德國講的 大家對我們台灣多擔心啊 所以國防搜尋法他們正在談 然後現在呢 談出了一個版本的時候 裡面有29頁的報告 29頁的簡短本 裡面特別有專章 談台灣 刺織1億美元訓練台灣軍隊 然後最重要的是 暫時的時候 區域有事的時候 武器庫存的長期計畫 台灣就變成火藥庫了 不是 武器庫存 對 因為到時候我 不是到時候再買到資源都來不及了 來不及 我不可能像烏克蘭一樣 從波蘭直接送進來 因為我們是個島 所以這個版本呢 強化台灣的國防合作 然後跟台灣的 但是這裡面 緊縮美國與中國的限制 限制 然後將中國無人機大疆列入黑名單 所以你看這個準備無人機 就賣給我們了 然後這裡面當然有個狀況了 因為我們顧力雄也談那一件事情 正在朝無人機載具方向合作 因為裡面就有一個案子是什麼呢 劍翔無人機的升級案 不是劍翔 是地域景象 帕帕帕羅不是講說整個 如果台海會變成地域景象 那地域景象有大量的無人船 對 大量的無人飛機 對 然後裡面那些攻擊設備 戰管設備 美國的 是 載具 是 那載具台灣可以做 對 然後這裡面就可以說 庫存折計畫 但是裡面 都講到一個關鍵事 那個就是國會裡面最擔心的 是 然後不只是這樣子 機密不要外洩 哎呀 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機密不要外洩 不要突然之間又有一個USB 結果哪個國家又拿到了 對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就說 那個立委是怎麼樣 他有什麼什麼資料 你們是不知道的 對 所以 其實 對台灣的關心 不是美國不支持 不是各國不支持 不是台灣的中科院不努力 機密 可能會外洩